美国前总统川普斗起来了 去年11月宣布要再占白宫的他 28号前往了共和党党内初选最先投票的 新罕部下跟南卡罗莱纳州造势 不改直言作风的川普坦言自己很想赢 他还说2024总统大选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 毫无意外的川普对现任总统拜登也大加抨击 还指自己若是当选会立即终结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的战争 透过弱性和不信心 拜登带我们到世界军三峰 我们到世界军三峰 我会有一个平均交易 在24时间内谈计之后 好语不断的川普信心满满 不过他是否就是代表共和党 出战2024总统大位的人选 目前似乎还没有定论 华日新闻综合报导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